有半斤了,這個 這個應該有包樑 這一種比昨天我們去挖的那些地方大一點 這裡是有一個今年上村的一個春筍 爛的這個水窩 然後一般正常的那種水窩 它底下或者旁邊都會有一個冬筍 這個應該也有差不多六七兩 這個裂縫夠大了 看手指都能放進去 這個百分之百的是冬筍 來,直接用手掰開來看一下 來,看到了 兩種當年 就是剛剛挖的這個 七兩應該有了 今天我們也是三個人過來這邊挖洞筍 他們在那一邊 尾已經出來了 它這個看得到 剛剛就是浮出面來的這個 這個應該有差不多七兩左右吧 三個人 四人 對 谢谢观看